真的很便宜 台气联打算推出的春节榜投票的机票优惠 已接近买一送一 这样的五折价格要提升台商反台投票的意愿 不过这中间的票价到底是由谁来吸收呢 台气联就说是由航空公司出钱的 我们就问一下华航 华航否认啊 说他们没有接到这样的讯息 没有要接收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损失 那么民进党就质疑了 说日前台气联才成立一个停马后援会 那这样子无疑就是一个变相买票 而且如果是由台气联吸收 他们认为就等于就是由陈云林出钱 岂不是又有国安问题了吗 逢年过节台商板箱抢票抢得凶 有钱买机票还不一定有机位 这回大陆台商团体台气联 打算推出春节榜投票的机票优惠 还说已经和航空公司一好价 真的这么好康吗 我目前都没有听说这个时期 那明年初因为过年嘛 跟选举优惠应该是有了 但是我没有听说有那么大的价差 航空公司一年就等春节这个打击高峰期 优惠怎么可能低到买一送一 如果以曝光的五六者差价来计算 2008年约有15万名台商包机返乡投票 每人如果需吸收9000元 整体费用高达13亿5000万 到底谁出钱吸收差价 民进党很好奇 成立这个马银九后援会 后援会组织的成员 去帮其他人买票 买便宜票回来台湾投票 这个明显是会选 如果这个钱是中共出的话 那么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逢年过节台商本来就会用 集体议价的方式来争取机票的 优费空间 这是多一点的惯例 而且台商各有不同的支持对象 反国投票也不一定都支持国民党 这样讲感觉是置外于台商 而且是缺乏尝试 国民党严正驳斥斥在业党指控 只是明明是两岸机票 大热门的春节票价 竟然可以推出买一送一的优惠 谁给优惠吸引台商连续两周内 又是反台投票又过年 碰上选举就变成敏感话题